大家好,欢迎来到霸财 今天和大家介绍是我们手机软件 Apps使用功能的使用 首先我们软件的下载 可以登上我们的官网 然后在我们的官网里面找到 产品的下载的一个途径 或者是可以在我们GooglePad 和Apps.com里面去找到 相关的应用程序搜索 霸财之赢 就可以了 下载好软件和打开Apps 其实有这样的版面 这个版面是最新增出的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主要分为两部分 第一个是 选股功能 选股功能有精选 中线 挖金 热点 主题和延报 还有做控装 好,我们一个人来选 打开霸财精选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是什么 我们将精选这一篮分为五种 破顶短炒 海底鲁鱼 代宝股 和前力股 沽空 简单介绍 破顶短炒 这是一个投资的策略 而这个策略是指 近期以来 刚刚创新高 新高之后 还有新高 所谓是一种薄 顶部加速拉升的一个 投资策略 而这个策略 一般来说 会应用在我们这个指数非常好 走势强劲的时候 加速突破 去薄短炒的用 所以我们会用到 这个策略 但是有时候指数不太好 或者迟早下跌的时候 我们可以尝试用海底鲁鱼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 找到那些在指数下跌末期 或者是股价下跌末期 就来反弹 甚至具有 强势反弹前来的股票 一般都是应用在指数 跌得差不多 在底部反弹 就来反弹这段时间 我们会找这种海底鲁鱼 所以对比一个是炒顶 一个是抄底 两种不同的这个投资家的策略 而我们的代曝股其实是一个 中位 指数 来到中间的位置的时候 它会有 这个反弹 比如说 指数升到一半 升到高位 回落下来 回回中间位 再到二次突破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代曝股 因为它整理完股之后 再度拉升 所以我们可以分为 追高 闹底 和二次 拉升 一般来说代曝股 只是在我们的指数 比如说升得很厉害之后 然后回落回落到某个位置 出现一段周期的整理之后 准备再度突破 所以是匹配不同的一个 指数的一个 围度 来做 不同的一个选股的策略 而我们的前力股 前力股是指什么呢 是指在下跌过程里面 在下跌过程里面 不是说 一定说我们这个 跌到底 而不是 是指下跌过程里面 中间 有反弹 不知道大家明白吗 代曝股是指上升之后 上升之后 然后回落 再度拉升 而我们这个前力股是指下跌之后 它有反弹前力 然后呢 捕捉这一波反弹再回落 所以呢 它的一个 需求点 不一样 再解释一个就是 最高 捞底 这两个是中距中间的 指数看到我们指数不同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不同的交易品种 而沽空了最简单的就是 直接 看指数下跌的时候 沽埋 可以做一个对冲 中线大师顾名思义都是 一个是底部支撑 马又在底部的股票 然后做一个中线的部署 量价齐升 都是一个中线部署 就是有价有量 都是一个上升的一个股票 好这两个是用来做选股的 而这些二动股金 其实都是一种 交易策略 就是我们最新研发出来的 投资包裹 分种 这里面呢 我们就不再一个介绍了 其实都是一样的 高度用本 强势拉升 超跌反弹 做反弹 量价三零星刚刚好 是我们 处于一个反弹周期 上升刚刚好 回落 准备反弹的一个 量价三零星 所以做的是中 中线反弹 而多线金叉 就是我们底部 刚刚开始 一起反弹上去 所以这里我们有 好多好多的 投资 交易策略 交易品种 给大家去做一个参考 热点主题 就是我们最近 最近有什么好的 板块 个股 就是证券行的 研布的形式 给到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我们这些 研究报告 可以对个股来说 或者整个板块来说 做一个参考 研布也是 研布是指板块形的 或者是行业的 而我们这个 精选呢 如何精选呢 是指个股的 所以它是两种 一个是做 整个板块 一个是做个股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股空组合 都是一个可以 选择来 做空我们的一个 股市 期指 以及可以做对冲用的 大家打开就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用来 有哪些 投资家的品种 哪些股票 ETF 可以做对冲 大家一看就知道 好 有 财务选股 财务选股就是 我们有一些朋友 是做基本面的 就是看 市场的行程 或者是个股的基本面 做一个中上线 所以不是只看企实面 这里面 我们会搜集 市场的一些投资的专家 他们是选择 他们的投资策略里面 哪些基本面比较好的股票 都是放下里面 给我们做参考 那既然是 我们的一个 财务选股 用的是 投资的角度 这些投资角度 都有不同的投资方法 投资的这个 指标 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 选择出来的股票 都不一样 大家都可以 需要看 或者喜欢看的 都可以看我们这一类的 一个财务选股 而我们的选股功能 就是说 通过自己 对这些选股指标的 答备 比如说 我们对流动资金 又说什么呢 要求 写下多少 我们对成长能力的指标 写下多少 通过这些指标的组合 来选出一只股票 这一类 财务选股功能 是给到一些 具有 投资经验 或者是有些 财务要求的朋友 去使用的 罢财优选 是指 以罢财的角度里面 选出 具有 技术面 比较好的 基本面 比较好的 一些股票 作为一个 投资家的分钟 他就 综合了 我们的 具有技术面的 要求的 或者是财务面 要求的一些股票 但是一般这些股票 都是一些 大价股 或者是中线股 好 下方评估 就是以 枕股为主 我们可以用一些 投资工具 对股票的 一个 使用的 分析 比如说 枕股功能 打开这个 枕股功能 输入我们的 股票的number 你就可以发现 比如说 我们以700为主 你打开700 然后 按枕股之后 它就有一个 对这只股的 一个 特色点评 比如说 对它的 看法 我们都可以 以它的策略为主 做一个 证断 看它基本面的情况 如何 资金面的 情况 基本面的情况 如何 等等等等 对某只股票 有一个比较 进一步的了解 和认知 我们的专家 视点功能 是指 每天的一个 早餐 每天早上 9点之前 我们会传一份早餐出来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一份report的一个意思 你们可以在里面得到一些市场的回顾 发生了什么事 和 对于股市的一个展望 9点 开始了之后 市场有什么看法 我们都可以做一个预测 以及 收到市场有什么重要的消息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看到 最后面 会有 一些投资的机会 所以 整一份report 一份早餐 是指 给大家 开始之前 可以知道市场发生的消息 和 对整个市场的一个 预测 做一个大致性的一个理解 收评 就是每天的收市之后 我们会有一份 都有的report 告诉你 今天 指数发生了什么事 股市的 走势是怎样的 我们应该 怎样看 这个指数 和 市场发生了什么重要的新闻 我们都可以做一个了解 也就是 无论是早餐也好 收评也好 其实都是帮助大家 理解这个市场 回股这个市场 AB本功能 就是一个投资方面的功能 这个功能 主要是什么 帮助到大家 我们可以按开这个位置的 这个功能 以700为主 按开了700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功能 找出哪个位置 是它的压力位 和支撑位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个位置 出现了什么 成交密集区 在307 到315 这个位置 我们的量能 买入加 买出的 这个成交密集度 非常高 此时此刻 它就会在这个位置 形成了什么 阻力 我们打开 一分钟走势 你就可以发现 我们的一分钟走势 就是分市走势里面 来到我们三户 这个位置 升不上去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位置 成交密集区 形成了一个 阻力 形成了阻力 同样的 我们看 70在这个位置 冲到这个位置 回落 再冲到这个位置 回落 再冲到这个位置 我们再看这个位置 可不可以被 第三次冲破 如果被第三次冲破之后 就说明什么 这个位置的一个阻力 被击穿了 这个位置 就可以说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阻力 不再存在 我们的股价 就可以继续向上看 继续向上看 我们再 理解一下 经济追踪功能 经济追踪功能 是被一些 具有 对证券行 查经济 这个功能 做一个了解 我想大家做继续股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这个 股的功能 明确到 证券行里面 哪些证券行 对这只股的 买卖的次数 买卖的重货比 有一个了解 这个功能一般来说 都是一些 专业选手 可能会用得比较多的 一个功能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行摸索一下 而后面 我们这个期指意境功能 是指 对一些 炒期指的朋友 我们可以对 它做一个设定 比如说 我们需要 炒行指 的时候 我们 在某段时间里面 每几多分钟 发出一个 买卖信号 15分钟 以15分钟为周期的时候 如果有这个 提升的信号 它会跌跌 提升我们 或者是 在15分钟里面 如果发有这个 罢材指标里面 一个 看跌的 一个信号 它都会提升我们 但这些指标 勾起身 是指什么 是指 在这个15分钟之内 有不同的指标 它给到的信号 打开它 就是开启这个信号 关了它 就是关闭这个信号 那这15分钟 我们打开它 比如说打开这个下跌信号 15分钟里面 如果这个 周期手显示出 15分钟 我们的指数有下跌的信号 它就会提升我们 好大单分析 是指 某只股票 某只股票 在某个价位 它如果出现了明显的这个 买入或者买出的一个大单的排行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位置看到 所以这个功能都是帮助到我们的一个功能 帮我们找到 市场里面有哪些股票 它的成交量 或者它的大单的证项 或者 持续性 流出了多少 多少资金量 我们都可以看到 通过这些 我们可以知道哪个板块 哪个股票 它的成交量 或者买入度 是比较高 好 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个版面的一个学习 大家可以看到 实时移动 研步精选 按开它 你可以发现 更加多的资料 我们还有每日的一个早餐 或者是课堂内容的一个学习 我们有一个即时直播功能 就是我们的分析师 每日会在 早上的9点半 到10点15分 下午的1点到1点45分 有专门的导师 和大家实时 直播 福本 大家如果想收听这个直播的话 就可以在这个位置 按开 按开 我们就登录这个软件功能里面的直播间去实时 收看我们的这个每日的 导师 带领大家部署这个行程 这个早餐就是我们的早餐功能 打开 有时候 我们的 每个礼拜都有两堂的课 比如说我们有些 热心造班 精品堂 或者特训营 我们都会在这里看到 大家如果有堂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按开这个主题 在里面看到我们的 市场的一个状态 和课堂的这个学习 三分钟 学投资 是我们的小视频 今晚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还有一些资讯 这里有个资讯 实时资讯 有美股 有港股 有美股 有港股 我们这里面 还有一些自选股功能 即是我们有什么股票 都可以放在这位置 看我们这个股票里面的股票池 智能选股 就是刚才我们这个选股公民的这个元件 课堂也是 大家想收听课堂的话 就可以直接在这个位置 听回来 过往的课堂的系列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位置听到 比如说我们在全部课堂里面 打开更多 你可以看到我们过往的课堂 还可以重温 重温 你按开一个就可以重温了 好 这里是我们一个个人 中心功能的一个使用表 我们还有不明的 就可以按开我们的 罢材小秘书 找到对于特色功能 或者远近指标的一个学习 好 还有联系 合佛帮助中心 总体来说 我们远近的功能的介绍 大致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